生肖虎一月份 生肖虎会得到佛祖的眷顾 好运接二连三 并且生肖虎不只有贵人 在作业中提出名贵性的定见 让他们的作业清云直上 获利满满 并且属于虎人还有望大发横财 真是可喜可贺生肖龙属于龙的人 命格五行属于土 乃扎实见识的标志 他们的天资聪颖 为人勤奋努力 刻苦奋斗 志趣高远 是天然生成成大事之人 一月一到 紫薇 龙德 岁和吉星驾龄 骁龙人的运势会越来越好 作业上也会越来越顺 财路广进 家门龙昌 注定有笔横财 骁龙朋友进入一月份 财运是通畅的 毫无压力的 财务上有贵人相助 只要你们开口 就一定能够周转资金 讨得债务 一月下旬 骁龙人还有机会 结识有身份地位的商人 他们可是你们以后 财运上的主要贵人 不可怠慢了 圣肖牛属于牛的朋友 性情老实 为人坦白 考究准则 他们有自己共同的主意 在作业旁边脚踏实地 往往不会让老板和领导失望 属于牛人天然生成就 被财神爷傍身 底子不必忧虑自己的运势不好 一月份开端属于牛人 更是贵人多多 天降横财 意外收成大增 财运陡增 身边喜事不断 有不俗的收成 生肖兔在2024年 生肖兔财运又有好的表现 而且还会继续保持 这样的好状态 他们工作事务 因为贵人心的加持 而变得更加顺利 同时倒霉运远离 让他们做事情会更加轻松 更能放得开 一整年财运都很好 财务很好 钞票滑滑地来 生肖马在2024年1月里 生肖马的大运缠身 让属于马的人 在这段时间里发横财 赚大钱 吃喝享福皆横财 属于羊新年第一个月 财富运最好的生肖 当属于肖洋人 你们的投资运特别好 以往投出的钱 都能在这个月得到实际的回报 银行卡上将有好几笔 数目客观的近账卧 相信你们一定会心花怒放的 这是你们在新年好运开始的征兆 可不要过度挥霍浪费 将赚到的钱积攒起来 做下一次投资 或许会更好 属于鼠肖鼠朋友 在1月的财运之好 主要是外出购物的时候 总能碰上优惠活动 为自己节省了一大笔开支呢 你们需要买的商品 衣服 鞋子 往往在你们逛街的时候 搞特价促销 只要不是过于冲动 只买必要的商品 你们的钱包就不会瘪下去 属于狗肖狗朋友 在1月的财运是非常不错的 特别是在1月上旬 偏财运不小 可去买点彩票 适时手气哦 在正财上 赚钱稍微辛苦点 偶有困难出现 不过最后都能得到化解 到月末发的工资 可能比平时都多 这是你们辛勤努力的结果 是应得的